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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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雷闯是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 他要头部进京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交一封呼吁乙肝药物降价的建议信 整个行程将近1600公里 炙热的天气 身体的极限 以及各种突发状况 随时都在考验着它 2013年夏天 雷闯经过80天行走 将建议信递交给有关部门 很快得到了回复和批示 但仅仅时隔一年 2014年7月末 他再次上路 并把送信目标扩大到国家发改委 会计委和人设部三部委 今年又再次从东北的辽宁葫芦岛沿着不海湾走到北京去 如果一天不再来改变我们的行程就一天不会停止 五国目前大约有一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 以及约3000万乙型肝炎患者 这个庞大的群体就隐藏在我们左右 雷闯说 乙肝人群在生活中普遍遭遇着歧视 被拒录 被离婚事件时有发生 也导致乙肝群体经常出现各种极端行为 我们国家是乙肝大国 大概是9300多万的 就是表面抗原阳性者 大家也不要对乙肝病人有这方面的歧视 现实生活中 人们常会把乙肝病毒携带者和乙肝患者混淆 这两者都不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播 其中 乙肝病毒携带者 肝功能正常 可能终身都不会发病 乙肝患者则需要进行长期的抗病毒和保肝治疗 每个月乙肝患者他的医药负担大概是1500块钱 要连续吃好几年 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之后 他的药的价格 他的降幅可以达到30% 其实 即使乙肝药物价格降低 也与雷闯没有太大关系 他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日常生活并不需要用药 他为何不像其他乙肝病毒携带者那样 而是如此辛苦的 用徒步的方式屡次进京建言呢 各位 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为乙肝病者维权 这已经不是雷闯的第一次了 比如说 早在2007年 各种各样的策划活动 就已经源源不断 给各方人士写信 上街拥抱 请别人吃饭等等 而这次的雷闯呢 更是凭借两次徒步进京 在网上是名声大噪 雷闯火了 但是各种各样的非议 也是随之而来 2014年8月14日 雷闯和父亲以及志愿者们 徒步到达国家发改委 递交了将乙肝药物 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建议信 并取得了发改委的回职 这一次苦行地信 引起了众多媒体大范围报道 我是属于一个另类 不太可能有影韩形态者 愿意站出来说 就像我的名字吧 我觉得趁年轻不如去雷 不如去床 在网上搜索雷床的名字 会出来一百多万条搜索结果 围绕着他的 有工艺 维权 炒作等关键词 策划发起的公企行为艺术 也使他看起来极富争议 网络评价 褒贬不一 那怎么样才能让更多人知道 你做的事情 让更多人去了解一干知识的 两个字 炒作 但是我们这个炒作呢 不是说我为了出名 我为了要去牟利去炒作 我们是为了让更多人去了解知识 雷床认为很多人谈一干色变 就是源于对一干传播知识不了解 而通过他这样的方式 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 因为看到媒体报道 从而改变对一干歧视的现状 上世纪八十年代 雷床出生在重庆市中县黄金镇赶田村 家中还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 哥俩从小品学兼优 但就在初中学校组织体检时 雷床和哥哥一起被检查出 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我儿子就说 有个小儿子 他说妈 他说我们提前有乙肝 他说一口一气提前一下 你是不是有乙肝 你不是全家人都不信 平时都没有任何不适 怎么会携带乙肝病毒 父母们了解到 乙肝主要通过血液 母婴和性接触三种方式传播 由于担心会是母婴传播 一家人赶紧来到当地卫生中心检查 结果却发现 雷床的父母都没有乙肝病毒 这个事实让他们感到无法接受 13岁的雷床 当时正在读初一 因为班上还有五六个同学 被检查出来 这也让雷床父母 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测 但他们只有接受现实 想了很多办法 给兄弟俩看病吃药 却没有什么效果 他就是处于一个携带状态 因为他肝脏功能 一定没有出现伤害 所以说你去用那些保安药 是没有必要的 大家一起就餐 共用一个寝室 实际上这个都不会传染的 医生说 兄弟俩只要定期观察 不用专门治疗 再加上并没有感到不适 年幼的雷床 因此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时间长了 这件事对家里的影响 也慢慢淡了下来 但谁也不会想到 乙肝的阴影 其实并未散去 雷床和哥哥高中毕业后 分别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大学 雷家成为邻居们羡慕的对象 2007年 拿到双学位的哥哥大学毕业 经过重重鄙视面试 被一家大兴国企聘用 这让一家人都感到莫大的开心 当时雷床正在浙江大学读大二 正当他对自己的未来 也充满憧憬时 突然传来一个消息 哥哥在入职体检中 查出携带乙肝病毒 被用人单位劝悔 突然就把背包和所有的东西 不去回来 不去回来 我和他妈妈在家 放生大苦 你说心情苦度 苦苦度 那十年时间 那十年时候 就这样 一些人就全都埋目了 原本以为并不重要的乙肝 就这样让哥哥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事后 哥哥找过许多别的单位 虽然成绩优异 却一再被拒 最终 哥哥去了一个规模较小 但不需要体检的公司 做了名技术员 一把血一把汗地 把他们培养成才 拉大读书 就今后他们都没有他们的错误了 这件事情就不敢往其他人说 自由国人 满水网络 肚子流 雷创父母都是普通农民 省吃俭用 供出两个大学生 眼看就业在即 却发生了这样的事 而当时 正在读大二的雷创 也在哥哥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他开始想用明白 乙肝究竟是什么 然后我就看到 有一个叫 甘蓝相当论坛的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乙肝系来者 他们都整天在这个网 网上去交流他们的一些遭遇 就感觉自己找到了一个 可以倾诉的地方 雷创在网上 知道了很多乙肝群体 遭受歧视的故事 其中 这大校友周一超 在2003年 考上公务员后 因乙肝被拒录 致使他杀害两名政府工作人员 周一超也被判处死刑 这个极端案例 对雷创的心灵 造成了极大的触动 一直在反思的 就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以这种鲜血 一定要用生命计划来制作的改变 然后后来再想 大家歧视乙肝血带者 可能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的 他们看不起的一群人 而是因为他们对乙肝知识不了解 周一超事件后 浙江省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 修改为不再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 20岁的雷创 也做了一个决定 要用温和的方式 普及乙肝知识 但他清楚地知道 这意味着将自己的身份 公之于众 下去接上举牌子 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乙肝知识 但是没去做还是很担心 你只有同学知道你是乙肝怎么办 老师知道怎么办 你完了之后 你可能以后还要找工作 按照乙肝人口计算 我们身边每十个人中 就有一个人 与乙肝有着联系 因为都不愿意暴露隐私 人们很难察觉到这个群体的存在 而雷创却在几天反复思考后 举这一块写着乙肝传播途径 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牌子 站在了杭州人潮西壤的街头 我就在牌子里面告诉大家 乙肝其实不会通过吃饭 拥抱 工作场合 这些日常生活界去传播 让大家去不要害怕乙肝 那这样就没有启示 后来还有两个同学来跟我远去 他跟我很大的勇气 从2007年起 雷创开始了一系列反歧视行动 给中科院院士高校校长写信 上街征集拥抱 请人吃饭 并在2009年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颁布后 办到了我国第一张乙肝病毒携带者 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 2010年 国家多部委下发通知 要求物学就业 禁茶乙肝 我哪怕是不需要这个健康证 我也要去争取 因为我的身后 还有一亿的乙肝腺带者 他们很多人需要健康证 他们没有能力去争取健康证 不去行动的话 可能现在这个政策还没有落实 因为成绩优异 雷创被保送到上海交大毒研究生 2013年硕士毕业后 雷创不去找工作 而是和朋友成立了一个 名为义有公益的公益组织 游走在全国各地 宣传乙肝知识 这在雷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雷创目前全职做公益 他不找工作 没有任何收入 生活来源全部依靠网友捐款 这使家人感到忧心忡忡 而且在每策划一起 反歧视公益事件的同时 雷创都呼吁网友捐款的做法 更引起了人们对他的诸多质疑 穿着年轻不如去雷不如去闯 这就是雷创的一句治理名言 那针对他的这句所谓名言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您拿出手机 扫描我们加入我们 两位嘉宾介绍一下 这位是金锦平 来自北京大学的老师 欢迎您 这位是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 白玉老师 欢迎 我们看到这个 应该说雷创 他做了很多确实非常雷人的事 先说他的每次的这个活动的外形 发型就不断的变化 一会儿是秃了 一会儿是长发 一会儿呢又扮演成老农民 戴着一个草帽 还有的时候呢 他是要到街上去随便找人去拥抱 那对这样的雷人的举动 白玉老师是否雷到了你 应该说还是算是雷到 但是我关注的点在于 他的这个雷是不是真正的雷出了价值 我们说什么叫做价值呢 外观上形象上 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首先对于这个社会来讲的话 他是不是影响了别人 是不是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层面 在这个之上 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事情 如果他做到了 那说明这还是一个不错的行为 那么对于他的周边人来讲 第一雷的行为 首先是引起人们看热闹的心态 通过看热闹 关注了乙肝病毒协态者 关注了乙肝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再能让公众 有过一个认知的过程 了解乙肝到底它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想这样的雷 是值得我们去保护 值得我们去鼓励的 对 我觉得在所有的雷声当中 最惊人的那个雷 就是他亲手撕掉了毕业证 你看这个 这一般的人真是做不到 你就留着他 也不耽误你后边的雷 但是他把自己的后路先给断了 是吧 然后他也非常大方的承认 说我就是炒作 那对于他这样的态度和观点 金老师您的看法 我觉得雷闯呢 其实他的行为是可以理解和体谅的 因为其实疾病歧视呢 在我们社会里面还是比较的盛行 所以他选择以个人的一己之力啊 去创造一些类似于行为艺术的事情啊 去引起公众对疾病的这样一种关注 对歧视的关注 这我是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那么对雷闯来讲呢 其实我们也会发现 只要他的行为合法合规 其实没有必要对他很加自责 但是我们要反思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样一个人 用这样的行为 去引起我们对疾病歧视的关注 这说明我们相关部门也应该反思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但对雷闯把那个毕业证给撕掉了 对 这其实是意味着 他就意味着说 我不再依靠我的学历去找工作了 对 我要依靠 我以后就宣布我自己是个公益人 以公益为业的人 这其实是一种职业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这是不光是勇气的问题 是需要理性思考的 对 也就是说你既然选择了公益为职业 你能不能以此为谋生 没错 您问到了问题的实质 之所以啊 面对雷闯有这么多的争议 实际上一方面就是因为啊 他刚才的所谓的炒作 还有一点就是 你的收入来源到底是什么呀 几乎全部都是网友的捐赠 那么他有没有这样的资质呢 还有光靠这些零星点点的 这些所谓的捐助 他能过好生活吗 我们接着看 2014年中秋节 许久未回家的雷闯和父母团聚 雷家已经搬到了中线县城 就业政策修改后 雷闯的哥哥考取了家乡的公务员 娶其生子 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唯独雷闯 让家人放心不下 从雷闯开始反以干其事的那天起 父母每天都在担心中度过 虽然雷闯试图向家人隐瞒 但父母还是会从电视或报纸上 看到关于雷闯的报道 他们就每天都打电话说 你不要做这些事情 又影响学习 然后你又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报复 然后你又 失格利益不讨好 有人说你炒作吗 炒作的说法源自于雷闯的捐款 从2013年至今 雷闯微博和博客的置顶文章 都是他的账户地址 一些热心的网友会为雷闯进行捐助 儿子靠网友的捐款生活 让父母感到很不踏实 而有人认为雷闯用吸引眼球的方式做工艺 其本质是为个人谋取名利 这种说法也让雷闯的父母感到气愤 我说他的一杆学的这村民老婆 别人工作也不要去 还有自己找老婆也找不到 所以说很多人说他炒作这些雷闯 我们心里非常想不通 因为担心雷闯的安危 两次疫情去北京 年近六旬的父亲 都会在最后一段陪着雷闯走到终点 2013年父子俩走过天津时 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 在路上认出雷闯的经历 让雷闯的父亲至今难忘 他说你是雷闯吧 雷闯也大吃一惊 他说我死点 就把雷闯一下包到去 就放声大哭 他说雷闯我早就想见你了 这么大的城市 突然之间一个人把你这个人出来 你是做了多少的好事 我心里在想 虽然也会为雷闯感动 但孩子的未来 仍然是父母的一块心病 就在雷闯告诉父亲 自己要去参加成都的一个公益交流后 父子之间爆发了一场争执 也是那样的 一辈子 那个医生都会得上的了 这个那样的会 开一门不懂 不懂 一个厂乡搞去开玩笑 也是 一个还搞这个臭命在外的 最终果子 果子的结局 要考虑果子 后果子 我觉得生活还可以 我们当父母的 有的不可以的 买乡嘛 别多 能夺书花 能夺钱 看我收入有经营 然后也有别个支持 要支持看也靠别个 想要好些人 白平点那种 那都是个 是个长远的一样 那不是固定的 固定的 固定我还要不到 要从哪里来 然后五一八公 从天上去掉下来掉 那么忙再有钱 也不会把那给嘛 以下来是大污里嘛 告别了担忧的父母 雷闯还是上路的 对于未来 他也不能确定 自己会坚持到什么时候 只希望能够再多做些事情 其实很多人会有误解 公益是免费的 我想说的是 公益是有成本的 所以说我们也需要有资金 所以我们也希望 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雷闯同时征集 百元月捐折 也就是一年内 每月固定捐助 一百元钱 他在使用范围中写明 除活动费用外 每月四千五百元钱 作为他的工资 雷闯说 这种做法在国内外 很多全职公益人中 非常普遍 我的生活 一部分来自一些捐款 一部分来自一些 其他的一些机构 他给我们一些支持 我希望大家 他能够少捐一点点 捐的次数多一点 因为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多关注你一点 为了消除质疑 雷闯在公布账号后 就开通了 捐款使用监督微博 将每一笔收支的票据 和使用情况 都拍照 并发布到网上 由网友监督 你做到公开透明 你才可以 让大家信任你 对于人们质疑 名人身份 会给雷闯带来的好处 在目前的环境下 雷闯也感到很委屈 我去做炒作 只能让更多的人 知道我是一干现代者 只能让更多的人 知道我的身体情况 我以后可能 我的困难可能还会更多 在成都的 乙肝科普交流会上 雷闯见到了好朋友 陈卓 陈卓 与雷闯 已相识多年 他也是一名 乙肝病毒携带者 在得知自己感染后 他从原单位辞职 专职从事工艺事业 就在不久前 陈卓又得知 一起就业歧视事件 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在入职体检时查出 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被用人单位辞退 这名大学生 希望得到 沉着和雷闯的援助 我们就指导他进行 收集一些这样的证据 然后来协助他 到劳动局 去举报这家单位 同时也到卫生局 去举报这家医院 因为这个单位 和这个医院 都是违反了国家的相关规定 就业促进法草案规定 用人单位招录时 不得已视传染病病原 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 但现实中 这种现象仍然存在 因为害怕曝光身份后 别人异样的眼光 乙肝病毒携带者 往往选择了沉默 我们接到的案件 比以前少了很多 但是还是有 立民者入学就业 婚姻这些压力的时候 其实他往往会选择 自我去承受 有些的话 甚至连父母 然后都不会讲 因为跟父母讲了之后 父母也会担心 父母也帮我上忙 在这种压力下 乙肝群体的心理问题 往往更加严重 很多人只有在微博或邮件中 想雷闯倾诉 大家觉得这个乙肝 好像没什么问题 好像不严重 这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多数是沉默着 这所有的一些问题 都是沉默在这个水底下的 而我们所看到的 可能只是这个阴山的一角 在承着的帮助下 劳动局对该用人单位 处以500元的罚款 并责令整改 承着和雷闯 打算继续起诉单位和医院 提高违法成本 但对于这名大学生来说 失去的工作 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就算是那个单位 要他回去上班 他也不想回去 因为他不能 就是面对周围的同事的 一样的眼睛眼光 然后也不能 面对领导对他一些 另外的一些看法 正因为如此 雷闯才希望 类似的事件可以不再发生 如今除了科普和反歧视之外 他更多的将关注点 放在了乙肝药物降价 和相关政策研究上 如果说没有乙肝的话 我可能真的是另外一个人生轨迹 而我恰恰的话 是现在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它可以去 可以是实现我人生价值的一些东西 雷闯一直认为 真正的敌人应该是乙肝病毒 而不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对未来他有一个心愿 有一天如果说 我不需要无忌勇气 去告诉大家 我是隐藏心态症 我只是随口地 像说我是感冒了一样的 我告诉大家 我是隐藏心态症 可能到那一天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有气息 未来能走多远 雷闯还无法确定 但在2015年的夏天 他仍然打算 继续徒步去北京 递交呼吁 乙肝药物降价的建议信 在他看来 只要不停下脚步 总会带来改变 看到这儿呢 我们不由得说 雷闯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他的背后呢 还有一个更不容易的老者 那就是雷闯的爸爸 你看他爸爸 实际上看待这个问题 非常的清楚 一方面呢 我支持儿子 你不是要行走吗 好 我陪着你徒步一段 再有 最关键的 这个爸爸最担心 说你这靠什么 就靠网友捐赠给你的 这点钱谋生 这个不太靠谱啊 那对于他老爹 这种看法 金老师 您有什么想法 他父亲所表达的 其实是一般公众的 这种观念 也就是说 其实选择以公益为职业 应当也是一种自由选择 你可以选择 一月时间去做个志愿者 你也可以选择以公益为业 那么从传统词上 像现代公益的进化过程中 其实公益越来越 组织化和专业化了 他需要一批 以此为职业的人 来从事这样的一种工作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以公益为业的时候 其实会担心 他的可持续性的问题 是啊 是吧 你看比如说 像他父亲的丹佑一样 你能够持续的以此为业吗 对 人家今儿高兴 就给你多卷点 然后高兴我给你捐 不高兴的就少捐 或不捐 对 所以不可靠 但是呢 也有问就是说 在国外的话 其实一些大学生 他毕业之后 他首先会选择公益组织 去从就业一到两年 通过这个途径 去了解社会 了解社会问题 对他以后的人生发展 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雷闯的也不同 他没有去到一个 公益组织应聘 他选择了做 公益的个体户 对 对于雷闯他爸爸的 那个看法 我想知道 白玉老师你能认识 对 其实呢 是作为自己的亲人 和作为旁观者的看法 他一定是不一样的 这里边其实最担忧的 就是说 雷闯他靠什么生存 他能不能够去 靠这个来赚钱 来养活自己 那么说到赚钱 其实我的观点认为 做公益 一定要能够养活自己 要能够赚钱 才能够可持续的发展 比如说大企业家 他们都赚钱 他们做的算公益吗 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 交了税款 创造了社会的财富 那么如果那种 有公益的性质 那么如果个人 在做公益的时候 也应该让他有钱所赚 但是赚钱赚多少 是要有一个标准的 要和你所做的公益的 事情的价值相挂钩的 看你的产出 投入和产出 你的产出到底是 创造了多大的价值 然后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就是针对这点 大家的这个看法 很不相同 你看 我们来看看 这个微博上的这个观点 这位朋友说 靠做公益赚钱 很多二三线城市的白领 都拿不到这个待遇 你们在想什么呢 不觉得惭愧吗 你看坚决反对 另外这位还是一小姑娘 她说 木来的钱 没有权利发给自己 那么我们再向回 把这个时间的指针 拨一下 最开始 一直坚持到现在 雷闯 都是在这个网上 你看 非常清晰的 在公布自己的收和支 到底是多少 再有 他自己啊 目前 好像月薪 还是4500 这4500是怎么来的呢 他先是做了一个网上的征集 来看这张图表 你看 我应该拿多少钱合理呢 3000 嗯 3500 4000 还是4500 最后呢 74.1%的人 都认为 你应该拿4500 于是呢 他是遵从名义啊 等于 他就拿了一个4500 可是现在随着 这个物价水平 不断地向上走 虽然CPI不高 可是物价 我们没感觉到 这是两回事 现在他觉得4500不够花了 他觉得我应该调到8000块钱 据我们记者了解啊 只是在征集 目前呢 到底给不给自己调这8000块钱 还不得而知 他现在月薪应该还是4500 那对于这次所谓的调薪 白宇 你的看法 调薪应该是与时俱进的 还是刚才那句话 那么他调薪自己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这里面有两种认同 一种是自我认同 一种是社会的认同 自我认同就是说 我认为我的付出 创造了很多的社会 但是如果公众都不认同的话 那么可能这个人他越发展 往往有可能会准成一种偏执了 就我认为对 别人都认为不对 但还有一种就是说 社会很认同 认为雷闯你的做法是对的 应该拿高薪 慢慢的他自己不认同了 那我未来我就靠这个生存吗 这个事情就持续不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必须要和公众相结合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拿这个薪水的资质 对吧 刚才我们说的 说有人提出了质疑 你这个钱到底用的合理不合理 还有人说这个没有问题 他都是公开的 但是完全的公开 就代表着一定是具备这样的资质 那我觉得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存在即合理 既然大家有社会的认同 希望它能够存在下去 那么我想就应该有一个外部的环境 让它更加合理健康的生长和存在 对 不管怎么着 雷闯是自己给自己开了工资 那针对他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热线12栏目 也是在网上做了一次征集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观点 你看 说这个雷闯 每月从穆德的善款当中 知取4500作为薪水 该不该呢 认为该的占了绝大多数 这是91% 在这我不得不强调一下 可能这些朋友是非常关注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们节目的相关的知识 也一直在普及 那么做公益的人也不是那苦行僧 是吧 也应该有自己的必要的生活的保障 只要呢 跟他的这个所做的贡献 合理合法的挂钩就可以了 在这呢 我再请这个金老师 您给点评一下 因为我认为目前来讲 雷闯还是顶着相当的法律的风险 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 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公众的这个变化还挺大的 公众以前是不接受的 但现在看这条大比喻 让我们很兴奋 但有一点呢 其实目前来看雷闯的印花很多 他的募捐资格 就是他目前没有募捐资格 相如已末20年 丈夫突然要与妻子同归于尽 还可以到这个10年以上 无稽度云 顺着四年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安稳生活 顺势间摇摇欲坠 热不过我 想把这把过程来讲 我死的你拍着 是继续 还是分离 酒 过 热线时啊 明日播出 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